嘿,你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在2022年开启了一档播客秀节目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行各业有意思的嘉宾们的真知灼见 希望可以用他们的经验为你的人生带来启发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与资深科技投资人王云泉老师就面向未来的教育展开了初步的对话 而在这期视频中,王老师会分享他更多关于什么是面向未来的教育 以及面向未来的教育的几个核心点 希望看完之后,可以对你和你自己的人生,乃至你孩子未来教育的选择上都能够有所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欢迎帮我点赞收藏加转发 站在科技投资人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待未来教育的趋势的呢 我觉得其实教育要适应整个社会发展 就是今天的教育也是上一个社会发展适应的产物 那上一个社会发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公元化大生产 你要批量的产生硕士博士,对吧 那你只有公元化大生产,只有在一个大教室里才行 那么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大学教育 尤其是学制,壁垒森严的学制的教育 然后就发现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你说我们每个人学东西会一样快吗 完全一样,对吧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要求你按同一个节奏学东西呢 小学一年级学这个,二年级学这个,三年级学这个 还要教材,还不能超纲 多学不行,少学也不行 对啊 挺啥呀 没道理嘛 对不对,完全没道理 那未来是什么 未来我们说这个一个是基础 我们这个低线和这个上线 低线说低线,因为你先活命 对不对 低线呢 就是以前我们还说叫智商情商 智商给人打工 对吧 情商让人给你打工 但是未来呢,我们说叫人的机器智商 为什么,因为要机器给你打工 对吧 最能善于让机器为你打工的人就能有成就 乔布斯情商不高 为什么别人愿意跟他干 因为他机器智商高 对吧 别人知道跟他干有前途 对吧 就我们讲这道理 不是你会哄人,别人就会跟你干的 是别人跟你干有前途才会跟你干 你不会哄人有前途 人家也跟你干 所以不要拿情商说事 比尔盖茨情商也不高 马斯克典型的情商不高 但人家成就高 为什么人家知道怎么利用机器 马斯克就是 我就是能够批量生产你想要的机器 那叫机器智商 对不对 所以基本水平要有 我要知道 未来世界里 我怎么能够最强大 以前的强大 一开始强大叫学好数理化 后来的强大叫情商高 对吧 李家成为代表 对吧 但是未来的强大 我们说底线是学会让机器帮你干活 所有的活 先要问一句 机器能不能干 对吧 我们写过一篇文章 对吧 美国有个人 对吧 他让机器帮他干活 因为机器已经可以做到 对很多文件的这种分类分析都可以做了 对吧 所以人家给他的活 一年十万美金差不多 他对每天只要工作十分钟就解决了 因为主要是机器干完以后 他review一下就 这叫聪明 但是不足够聪明 因为他要把这活做成一个产业 做成一个企业 对不对 就更大 对吧 对 就是让机器为你干活 是这个时代的底线 那什么是上限 那当然如果机器都能重复干活的时候 就是机器都能够把你做的事 能重复出来的时候 那重复干这件事 就价值不大了 因为谁都能 就机器都可以替你干 所以就是创造力的事情就会价值大了 创造力事情 就相当于说 JK罗林 对吧 就是说 你想这个莎士比亚当年 对吧 一辈子没出过英国 据说也经营一个小剧院 肯定不穷 但是也不富裕 但是从工业革命开始 这个科技企业家就是历代的首富了 对吧 那为什么我能规模化 对吧 但是现在规模化这件事不需要你干了 为什么呢 机器能帮你干 对吧 那这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我有一个值得被规模化的东西 对吧 如果人什么东西都能规模化了 那你的东西必然先要独特 才值得被规模化 如果你跟人一样早就规模化了 轮不上你 对不对 JK罗林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会看到出版业 影视产业 娱乐产业 它已经规模化了 它有一个平台在 所以我不需要去考虑规模化问题 我只要考虑我多多么独特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未来靠什么 未来靠独特性 靠创新 创新这事 对吧 他甚至说创新的门槛都会降低 为什么 以前创新是个技术活 比如说我要拍一电影 我得懂电影才行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就成一个矛盾 年轻人创新 但他没玩过电影 没架过那么 这么贵的摄像机 不给他机会 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吧 我用Roblox 对吧 我就是情节好就行了 我用Roblox 虽然它情节不够好 没关系 我能把它拍出来了 对不对 我创新本降低了 所以技术不再是创新的门槛 资本不再是创新的门槛 就成了一件事 就是你创新本身 那好 未来如果核心是创新的话 那年轻人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活出你自己 所以真正需要让年轻人 掌握的是什么 是懂自己 所以为什么说 今天美国的禅修也不太合格 你只让自己静下来 禅修实际上是两部分 一个叫指 一个叫官 那个叫指 美国学会修的是指 另一个官 他那个官是有目的的官 其实不叫官叫想 我这个说的学术点 真正要的是官 官是什么 懂自己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孩子 应该是最懂自己的人 应该是最知道活出自己的人 我知道我是什么样 我知道我怎么能真正的快乐 然后我就去干 那个让自己快乐的事 那个让我快乐的事 可能别人也都想要 然后让机器去复制它 我把我的快乐就带给所有人了 那是需要是什么 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师 需要的不是别人教你 需要的是一个辅助者 是一个assistant 老师要把位置放在孩子下面 是上面 我是你的assistant 我是帮你的 你是主角 我不是 对 今天有一个学校老师敢说这个话吗 我很幸运 谁是主角 我跟你讲 我很幸运 我在global的所有的课堂当中 我们的那些instructor 就是按照这种理念来教我们的 对 他要启发你 对 他要让你自我认知加强 对 让你变得更自信 让你有动力去做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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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